天使之翼的光芒渐渐消失 随着这一战危机的解除 徐扬又重新回复了自己原本古景无波的平景姿态 然后让自己的本体缓缓重新落地 回到了大家的面前 你们不必对我如此拥戴 我说过 我只是一个渴望人族和妖兽一族合并发展的见证者而已 并不想参与到任何一脉阵营当中成为其中的一员 你们甚至不需要把我当成是自己人 我更像是你们的引路者 真正想要完成这种宿命的抗争 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的力量 刚刚说出来 便给这些妖兽们带来了醍醐灌顶一般的指引 大家也似乎都渐渐明白了 徐扬话语之间的深意 的确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怎么可能去依靠别人呢 徐扬这个引路人 毫无疑问 已经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 后续如果还想要取得这一场抗争当中最后的胜利 必须要集结妖兽一族众生的全部力量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 四大妖圣同时点了点头 对着徐扬攻身行礼 隔下的指引 我明居于心 只是接下来到底该如何行动 还需要隔下 这个指路明灯的指引和指点呢 徐扬轻笑着点头 他看到了自己期望看到的一幕 这才是妖族应该拥有的心态 而不是一味的想要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帮助 他们来改变命运 很简单 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便是在血月真正降临之前 尽可能地集结所有昆仑深渊当中 顶尖妖兽部落的力量 组建一支足够庞大的妖兽军团 来为向人族 人灵六脉 皇族势力 开战做准备 以我对他们的态度判断 想要争取一次和平谈判的机会 应该是不可能了 我们要未雨绸缪 并且这样做也能够避免 诸如这一战敌方突然来袭的局面发生 倘若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持缘的话 恐怕这地方数以万计的妖兽个体 都将会被那些个老家伙 图露个干干净净 倘若我们能够集中号令 绝大部分拥有核心战斗力的妖兽集团 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那么毫无疑问 昆仑深渊方面的战斗力 将会是足够惊人的 而那也才能够 对人灵六脉皇族的地运 造成真正威胁的存在 否则的话 现如今我们的状态 不过就是一盘散沙而已 只要人灵六脉真的下定决心 要清理你们的话 就凭你们现在这副样子 根本抵挡不住人们 三成左右的实力 可是如果按照我所言 能够将核心主干力量 尽快地集结到一起 再加上主月降临之后 带给你们的蜕变时的力量增幅 那样的话 你们就和人灵六脉皇族分庭抗礼 以争高下的实力抵运 想要争取到对方足够的尊重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果不其然 还是徐扬的策略 深得大家的心思 妖兽一族这些家伙们 更偏向于原始生命体的姿态 他们没有足够高等级的智力水平 只有像七级以上的那些妖尊 妖王 妖皇 甚至是妖圣 才拥有媲美人族的智力等级 因此 绝大部分妖兽一族的个体智商水平 还都停留在少年的程度 因此 徐扬才格外地强调整体性的重要 不然的话 群龙无首和一盘散沙 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样吧 就由我们几个妖圣级别的存在 作为引领者 立刻向整个昆仑深渊各个方向前进 用自己的影响力 最快速地召集调动 几大方向的行散势力 将那些有足够战斗力的妖兽散乱部落 整集到一起 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我想我们就能够完成 徐扬阁下为我们制定的任务了 徐扬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周的时间足够了 只要有我亲自把控的话 血跃绝不可能在一周之内提前降临 至于那几个老家伙们 估计回到昆仑之巅后 他们各自也需要休养一阵时间 不过下次如果双方真的要开战的话 会有更高级别的力量降临 你们也要有这方面打算 毕竟如果人族和妖族的矛盾 不可调停的话 那么遇到这些所谓的太上长老级别 进入到无极大径的强者 是迟早的事情 种妖族纷纷点了点头 也很清楚当务之急 除了召集其他的妖兽部族势力之外 各自提升自己的实力 也是相当关键的 既然如此 徐扬阁下 我们就立刻出发了 四大妖神话音一落 同时冲天而起 朝着各自所要征服的 最为熟悉的方向前进 妖神齐天朝着东方进发 白莲自然是回到了 自己最为熟悉的西方区域 紧跟着汽穴和千墨两个人 则分别进入到妖兽深渊的南方和北方 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 唯独小灰那个小机灵鬼 就是一副小猫咪的懒散样子 重新回到了徐扬的肩膀之上 大眼睛扑闪着光芒 凝视着主人 主人 他们几个都有自己的任务 那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呀 徐扬摸了摸他的脑袋 你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陪在我身边 其他人都有各自的任务 你我也不例外 听到徐扬这么一说 小灰脑海当中充满了疑惑 有一个问题 我始终没有寻找的答案 你是妖兽一族当中的帝王血脉 这的确不假 但是如同他们所言 妖兽当中的帝王血脉 除了你之外 应该还有另外一脉存在 这样才算的是 符合昆仑神道 九脉力量之源的原始规则 元灵 有六脉传承之力本源 妖兽一族也有两脉 你是其中之一 那另外一脉传承的拥有者 却始终没有出现 我总觉得有一股力量 一旦被我们寻找到的话 那么妖兽一族的话语权 将会变得无比庞大 小灰也是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主人 你这般分析道也不假 可是即便是我 也从来都没有见过 另外一位帝王血脉的 后代传承出现过 或者说 整个昆仑神言当中 有关内一脉传承 拥有者的信息 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根本没有多少现实妖族 见过内一脉真正的传承所在 光凭你我二人 持续一周的时间 又怎么可能有所察觉呢 许阳脸上的微笑 更加浓郁了 记住 你可以永远相信你的主人 我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 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更何况任何的力量 都绝非空穴来风 再寂寞